喜劇的這個開始 當然最早期怎麼開始的 其實我們並不是很確定 那我們只能夠大概就是推測 是在戲院前430年左右的時候 那麼這也是一個傳說 就是據說最開始就是寫喜劇 創造這個文類的 是Crentiness 那上禮拜我們也大概講過他的故事 那麼就是他自己 就是說據說也是他自己寫在劇本裡面 他說寫的劇本的其中一個 就是去解釋說為什麼他那麼會寫喜劇 因為他娶了一個老婆 那個老婆就是喜劇 結果後來呢 因為這個人怕出名豬怕肥 所以他一出名的結果呢 就有很多女的就來找他 結果後來呢 就跟這個上床跟那個上床 然後呢繞了一大圈回到家裡的時候呢 老婆有需要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滿足老婆的欲求 就是被老婆踢出家 那既然被老婆踢出家門之後 表示什麼他寫喜劇的靈感來源 全部都沒了 所以最後就會非常的這個落魄 OK 那我們看一下 Comedia 就是所謂的Comedy 喜劇他的就是原來原文的這個字 好 那麼他的意思呢 就是在這個歡慶慶典的場合裡面呢 那麼所唱的這個歌 OK 那麼為什麼都是用歌 我們知道像Trigodian也是他是洋歌 因為我們知道早期呢 他們其實都是用韻文 那所謂的演出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都是用這種歌唱的方式來演出 並不是只是我們現在所謂的話劇用講話的方式 好 所以他本來是說慶典呢 所歡慶的歡樂場合的時候 所唱的這個歌 OK 那麼到底他在這所謂的喜劇這個文體 好 他成立之前呢 前面有過些什麼東西呢 然後慢慢演變而來 我們也不是這麼的確定 只知道說呢 在亞里斯多德的時候 那麼亞里斯多德的這個詩學裡面呢 他曾經就是推論 那麼因為呢 喜劇裡面呢 有很多的這個情色笑話 所以很可能呢 就是說原本可能地方流傳的一些像仿劇 賣或者是鬧劇呢 還有一些就是坊間呢 就是一般百姓民間呢 所流傳的一些就是黃色笑話 這樣子慢慢演變過來的 OK 好 那我們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也提過呢 喜劇基本上呢 它有三個主要的這個演變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所謂的舊喜劇 好 那麼舊喜劇的代表性作家呢 是Aristophanes 好 那麼中文的翻譯呢 很多就是寫亞里斯多芬 OK 好 那麼另外呢 這個舊喜劇過去的時候 就是到中喜劇 那麼Aristophanes呢 他也寫中喜劇 OK 那麼到了新喜劇的時候 就完全不同的一個風貌 就出現了 OK 好 那麼新舊喜劇所留下來 今天我們實際上可以看到劇本的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都是Aristophanes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就是你講舊喜劇 你好像沒有別人可以談 因為真正劇本就穿下來的 就最主要就是他的東西 OK 好 那我們從他所這個著作呢 流傳下來的這個喜劇裡面呢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就所謂舊喜劇的格式 這些什麼東西 好 好 那麼舊喜劇來講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他的這個歌舞隊的人數呢 有24人 所以表示呢 他是比這個悲劇的人數呢 就差不多了一倍 我們知道悲劇基本上是12人 或者是15人 OK 好 那麼在這個喜劇裡面呢 他的這個歌舞隊呢 基本上來講 我們最常見的歌舞隊就是人去辦動物 有的是辦鳥 那有的甚至是蛙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Aristophanes呢 他的這個劇本裡面 像他的蛙劇 Frogs 這個英文的翻譯Frogs裡面呢 那麼他的歌舞隊基本上呢 就是一堆青蛙 OK 那麼他的歌舞隊就是要辦成青蛙 好 另外一個呢 就是Aristophanes呢 他的這個算是他的代表作呢 就是鳥 鳥 好 那麼 這一齣戲裡面 他的這個所謂的歌舞隊呢 就是辦成鳥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歌舞隊辦成各式各樣的動物呢 那麼 呃 因為他這個角色就是這麼一個特性呢 所以這是在當時呢 非常常見的一個情況 OK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是演員所扮演的角色裡面呢 那因為他是喜劇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有一些所謂的喜感的來源 他是來自哪裡 就是身體上面那種奇形怪 這種情況 OK 所以如果是說 人家講說你長得很適合去演喜劇的話 通常來講的話就是 呃 大概女孩子就是稱不上美女啦 然後男生就稱不上巨男啦 就是 人家跟你講說 有時候會讓你會覺得是說 這該哭還是該笑 原因就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演喜劇的 這些演員 他們不見得這個體型上面呢 就是 呃 從一開始就是天生自然的適合去演喜劇啦 大家這也是 算是 對他們來講是個好消息 好 所以呢他們需要 呃利用就是 這個 呃 裝扮 不管是服裝上面的這個設計 或者是這個面具上面的設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面具上來講 呃 通常就是悲劇的面具 他可能只是把五官放大 但是他不會去做什麼太多的醜化的這個過程 好 那麼喜劇的那個面具的話 就會有很多醜化的這個五官 那麼在喜劇裡面呢 尤其是舊喜劇跟中喜劇呢 有一個蠻大的特色就是他們的裸體裝 好 就他不是真正演員裸體 然後上台去演黃色笑話 那種青色笑話 他通常來講呢 是那個裸體裝 就是絲上是接近膚色的這種布料 去做的 好 一定做出來就是這個角色就是會過胖 好 然後呢 他會特別放大一個東西呢 就是男性的性器官 所以有的時候呢 這個喜劇的演員他穿著裸體裝之後 他外面再造的一個那個短的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希臘的那種 就是很像女生那個迷你裙的那個衣服 OK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他兩條腿中間呢 一定還有一根就是那個人工的那個老二呢 就在那邊晃來晃去 好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這個圖片的這個部分 那麼這是舊喜劇跟中喜劇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那一根男性的這個細器官呢 就是基本上他的製作的原料呢 就是那個皮 不管是牛皮羊皮 就是皮革類的這個東西 OK 好 那麼舊喜劇跟中喜劇之間呢 最大的一個差別是什麼呢 在舊喜劇裡面有很多就是 雅里斯多芬呢 他常常利用就是劇本 裡面的情節也好 人物也好 然後去諷刺實事 好 那麼到了中喜劇的時候 有人說呢 是因為這個雅里斯多芬呢 大概舊喜劇的時候諷刺實事啊 或者是當時這些達官賢耀 那麼當然就難免會受到批評啊 那甚至會被人家告的 所以呢 他到中喜劇的時候呢 就比較收斂 他就不去諷刺實事啊 不去諷刺達官貴人了 那麼到了中喜劇的時候 他的題材反而呢 到這個神話故事裡面去找 就是這是一個比較 就是通俗那麼也比較安全的一個地方 就大家能夠接受 好 那麼跟悲劇來講呢 他的一個另外一個很大的一個差別呢 就是在悲劇裡面 我們知道他的主角一定要是貴族出身 好那麼在喜劇裡面呢 他就不見得一定都是貴族出身了 有時候他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甚至於是一個奴隸 他都可以當這個喜劇裡面的主角 那麼喜劇既然名為喜劇呢 他最大的一個重點呢 就是要逗人引人發笑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是歌舞隊 那我們知道崔雙管迪的這個樂師 那麼樂師他是在舞台上面 但是他是出現在舞台上面 可是是唯一不戴面具的 他不需要什麼特別的裝扮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他這個是歌舞隊 半成海豚的 半成駝鳥的 好這個是正面 就是說如果你正面影像這個樂師的時候 我們剛才看到都是側面嘛 那這個是鳥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鳥 他們非常喜劇裡面非常重視的一個 就是算是服裝的一個部分 就是一個放大的男性生殖器 OK 好那我們看一下 亞里斯多芬他的這個就喜劇 那就喜劇我們就以他的Listrata 好這個劇本呢 來做例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一樣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prologue 開場白 那麼開場白的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把這個他們這個戲他的主題 先就是告訴你這個主題是什麼 然後是什麼樣的環境 什麼樣的氛圍去製造這個主題 所以我們以他的Listrata呢 這個劇本來舉例來講的話 他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Listrata呢 他已經對於當時呢 就是這個斯巴達跟雅典的戰爭呢 已經打得讓他覺得很厭煩了 那因為戰爭期間呢 那麼同樣都是西亞人 其實他們都是同文同種 可是這兩個成方互相打來打去的結果 最後男人一天到晚在外面打仗 然後女生在家裡面呢 就帶孩子就很辛苦 然後有時候 甚至有一些像夏天的活 比較粗重的活 沒有男人在 他們也是要自己做 所以Listrata他就決定呢 如果女人在家裡 繼續顧家的話 這是什麼呢 這是對不起自己 因為你等於是鼓勵男人在外面嘛 我們什麼事情家裡 都可以照顧得好好的 好所以他們就決定要叛變 然後希望通過女人的叛變呢 能夠締造 就是希臘 就是聯邦的這個和平 好 那我們進入到第二個部分 就是Argon Argon他在希臘文裡面 原來的意思呢 就是勢均力敵的兩方呢 就互相不管是言語上面的爭辯 或者是肢體上面的這個較勁 OK 所以我們就看到Prologue的時候 他是把一個主題丟出來 那麼這個主題呢 他就至少會有正反兩方 就是在Argon的地方 他們就要辯論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辯論呢 就是Listrata呢 那麼跟他 就是認同他的 那基本上認同他的 不只是 就是 刻定某一個城市上呢 在那個時候呢 不管是雅典 甚至於斯巴達 就是等於他們的敵方的女性呢 他們都約好了 都被說服了 他們從那一天開始呢 他們就要拒絕跟男人呢 行性關係 就是跟他有任何的性關係 他絕對就是 就是他們都 就是以後呢 就是要跟男生呢 就是拒絕刑防 那除了拒絕刑防之外呢 他們還霸占了國庫 因為打仗要錢 OK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國庫也霸占起來 所以呢 就沒有軍員 就是到了前線呢 就是沒有東西吃啊 然後那個薪水也發不出來 好 那我們看到第三個部分呢 Parabasis Parabasis呢 那麼最主要呢 就是過去我們在 就是悲劇裡面提過的 其實就是 歌舞隊的這個表演 好 那不同的是說 歌舞隊的表演 當然他既然是在喜劇裡面來講 他也不會就是像悲劇裡面的 歌舞隊表演那麼的 中規中矩了 好 好 那麼通常來講 在喜劇裡面歌舞的 歌舞隊的表演呢 當然他有一些跟悲劇裡面類似 就是說 他也是一樣 就是像一個橋梁一下 然後在觀眾跟這個演員 所飾演的角色之間的橋梁 他們有時候也是會 就是問問題啦 或者是說 去討論問題 不過呢在喜劇裡面 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喜劇的這個劇作家 他在寫劇本的時候 他有時候就會利用歌舞隊的這個表演 然後在歌舞隊的表演呢 就是他們的詞裡面呢 就寫一些呢 讚賞自己 作者自己 我有多聰明 我實在是個天才 所以我才寫得出這個劇本 好像類似這樣的話語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說 比如說 阿里斯多芬呢 他會覺得說他寫喜劇 我們剛剛講他諷刺一些時事 那他覺得說這個時事 包括 阿里斯多芬他們現在講到戰爭這個事情 他覺得說為什麼他可以繼續打下去 因為呢 雅典跟斯巴達人呢 一堆笨蛋在支持這個戰爭 所以呢 那這些笨蛋現在在幹什麼 他的氣在演出的時候 就是觀眾啊 所以他會在這個 歌舞隊的表演裡面 甚至也會寫一些去罵觀眾笨蛋的 那你們坐在這邊 然後呢 也不想想看現在戰爭打成什麼樣子 都是你們的錯 那群笨蛋就是你要支持這個戰爭嘛 所以呢 這是在喜劇裡面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在悲劇裡面看不到的 這個歌舞隊的表演 一個呢 就是這個劇作家 他會自己非常沾沾自喜的去 為自己打廣告的 這個東西呢 會放在這個歌舞隊的表演 另外一個呢 就是去這個批評 這個時仁時事 那當然就包括他的觀眾在裡面 OK 好 那這些東西呢 到了亞里斯多芬的中喜劇呢 就不見了 這是中喜劇跟舊喜劇 一個最大的一個差別 那第四個部分呢 就是Commerce Commerce呢 那就是這個戲要結束 那喜劇通常結束的時候 它結束呢 通常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結局 最常見的一個就是 接待換取大家都去結婚 那麼在舊喜劇這個時期呢 我們可以看到最常見的收尾呢 是大家都很開心的 然後都和好了 一團和氣 情況之下呢 就大家一起呢 互相邀約 然後去飲酒做樂 去吃飯 去吃大餐了 OK 那麼就像是Legistrator呢 它最後的結局也是這樣 所以呢 它的結局是什麼呢 當男人呢 就是一直都欲求不滿 而且不是一個兩個人喔 是兩個城邦的男人 都是這種情況之下 都被老婆拒絕了 被情婦拒絕了 之後呢 他們沒有辦法 然後再加上呢 國庫又被佔了 就是幾乎他們的物質生活 都沒有辦法照顧到 他們就只好 在這個壓力之下 兩個城邦的男人呢 就互相妥協了 然後就簽下了和平條約 那簽下和平條約的時候 當然這是一個大事件 所以需要去慶祝 好 所以在慶祝的時候 這兩個城邦呢 就互相邀約 然後呢 就去飲酒做樂 那麼在這個飲酒做樂 最高潮的時候呢 他們就要抬出一個 最大的工程是誰呢 那麼他們最大的工程呢 他們就抬出一個 就是全身赤裸的一個女性 這是一個最大的工程 這是一個象徵 因為這些女人呢 不跟男人刑防的結果 然後締造了和平 OK 那當然這不是實際上的狀況 我們知道 其實這個雅典跟斯巴達的戰爭 其實是繼續打下去的 一直打到最後雅典滅亡 OK 好 那麼 阿里斯多芬妮呢 他的幾個這個 Masterpiece 他的最主要的幾個作品 我們剛剛有提過了 像鳥 這個劇 這齣戲 還有這個Frogs 就是這個蛙劇 這兩個 都是 OK 好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彩陶的圖案 事實上呢 是比 就是阿里斯多芬妮呢 他的這個鳥劇呢 其實還要早 就出現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證明了一個東西是 在當時所謂的歌舞隊 他們扮成各種各樣的動物 其實是一種常態 那這個重要性 為什麼說它很重要 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講過 就喜劇留下來的腳本 就是事實上還在流傳的這些腳本 都是一個作家所寫 你沒有辦法就是一個作家來講 這就是常態 我們也說過像 Euripides 所謂的Sata Play 然後去呢 它留下來的 就只有那麼一個 那你不能夠以這個 就是說它一定就是常態 就是這樣 那我們之所以可以講呢 就喜劇 那麼歌舞隊 它扮演成動物 這是一種常態 因為除了留下來的劇本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 就是以戲劇的演出 然後作為這個題材 然後在這種水溫上面的這種圖案呢 那它的劇本並不是唯一的一個狀況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蛙 這是二十世紀演出它的這個蛙劇 所以它的歌舞隊呢 就是一對青蛙 OK 好 那我們再來進入到新喜劇的部分 那麼新喜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所謂五木劇的這個結構 開始形成了 那麼五木劇的話 它中間就會有四個穿插的 所謂的木劍劇 這個的產生 那麼木劍劇呢 基本上其實就是我們過去 所謂歌舞隊的表演 好 那它叫做Koro 好 那麼到了新喜劇的時候呢 它就沒有過去呢 就是那種政治的這種意味這麼濃厚 那除了政治的意味呢 就是越來越削減之外 還有另外一東西呢 到新喜劇幾乎也慢慢不見了 就是在新喜劇的時候呢 那麼希臘人呢 他們覺得過去舊喜劇 那種什麼裸體裝啊 然後那種非常露骨的這種黃色笑話 覺得這些東西都 就是上不了檯面了 這些東西也慢慢就不見了 好 所以帶之而起的所謂新喜劇呢 它的情節 它的內容呢 通常呢 就是說我們所謂的當時的現實生活 好 那如果是以我們現在就是眼光來講 講比較白就是 比較類似我們現在八點檔連續劇 好 這種情況就是 就是好像看起來好像是我們寫實的生活 好 那麼事實上八點檔連續劇 以前早期的也叫做寫實劇 那到底有多寫實呢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啦 不過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它裡面的內容是一些什麼呢 其實如果你活在那時候看新喜劇的話 那麼它的內容其實就跟你現在看的八點檔差不多 原因是什麼 其實現在的八點檔就是學它的 OK 那現在你因為八點檔看到爛了 你覺得都是老梗 可是你要想想看 在新喜劇的時代的時候 這些東西是以前都沒有見過的 它的厲害也最厲害是說 這些東西本來是沒有的 然後突然之間一個全新的東西 嶄新的面貌 然後在觀眾的眼前 OK 好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情節 通常來講呢 主要的故事線都是一個這個愛情故事 那麼這個愛情故事呢 裡面一定就是情侶之間有很多的誤會 有很多的糾紛 他們裡面其實有很多驗DNA 只是我那個時候還當然不知道驗DNA的技術啦 也就是那種孩子也會抱來抱去抱錯的啦 然後小孩子有時候這個 還小的時候 然後遇到什麼盜匪啊 被瑕疵走了 或是什麼小孩子被掉包啊 那種故事 其實那時候很多 他們只差一個就是說 真的沒有驗DNA的技術啊 就不會像說一天到晚 你們要驗DNA啦 OK 好 那麼它的幾個角色呢 就是會一直不斷的重複出現的固定角色呢 就是那種演老爸爸 通常就是脾氣不是很好 那有的時候呢 老爸爸就因為在過去呢 生小孩子對女性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人生命的挑戰 所以很多就是如果生孩子然後死了之後 好 那這個官夫呢 他一定會再去取再去 好 所以你就會看到呢 那常常這個故事裡面是愛情故事 我們剛剛有講過 那常常就是老爸爸 跟兒子呢 搶的是同一個女人 就是看上的是同一個這個對象 那不過通常來講呢 結局就是所謂的有情人 中成眷屬通常就是年輕的應對 好 他們就是彼此仰慕 然後他們最後會結婚 那麼老爸爸呢 到最後呢 就會突然就是會醒過啊 這實在是年紀太大了 這老牛吃嫩草的不是一件好事 然後他突然就會有這樣的一個醒悟的這種狀況 OK 好 那我們看到呢 就是說 當然他情色方面的東西 他不會完全絕跡 好 畢竟呢 妓院是在所謂的寫實記 非常寫實的生活裡面 所以他當然還是會存在 只是他處理的方法呢 就是比較沒有過去那麼路過 就是比較含蓄而已 好 所以他的這個角色裡面呢 有的時候你會看到呢 也是有所謂妓女的出現 好 那麼甚至有的時候呢 就是演的那個妓女那個角色 其實就是我們的女主角 那一定 就是你可以想像得到八點檔那個老哥 那女孩子其實呢 就是從鄉下出生啊 然後家屍不好啊 然後就是被逼到 地良為昌的 也不是他自己願意 其實他的心地是非常善良的 就是像這一類的這種狀況 OK 好 那麼 這個在新喜劇裡面呢 通常來講呢 就是說他的這個所謂的男女主角 就很類似我們偶像劇裡面的那個男女主角 男的他的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要帥 女的他的條件就是要漂亮 會不會演戲 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然後呢 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這兩個呢 是唯一不需要戴面具的 你戴的面具 他除了長得帥長得漂亮 其他什麼都沒有 你面具再戴還有可看性嗎 沒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也就是他不戴面具的原因 其他都要戴面具的 那些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實力派演員 都是老一輩的 好 那演技對他們來講才是真正的重要 那他們都有固定的面具 他們所詮釋的角色呢 也都有固定的這個性格 都是觀眾呢 他們非常熟悉的一些人物 好 那麼新喜劇呢 最主要的一個作家就是Melander 那Melander的作品呢 有很多到後來 就是他的作品有很多其實也都失散了 那麼他的作品裡面呢 就是好 幸好呢 就是後面 到了新喜劇之後 我們到了像羅馬時期 就是有很多 覺得他的戲呢很好 就是一直重複的使用他的這個梗 然後去寫新的戲 那甚至就是有一些在人物上面的這個描述也好 或者是情節上面的這個描述也好 其實很多都是從Melander的這個劇本呢 繼續下來的 有的時候只是把它複雜化 有的時候是Melander可能兩個劇本的情節呢 把它結合在一起變成一個劇本 所以我們就說 Melander的劇本 我們不見得都很清楚的知道每個劇本怎麼走 但是呢 我們大概還是知道就是 即使一些已經失散的劇本 那大概他的內容是一些什麼東西 這個到後面 到這個羅馬時期的時候 我們會繼續再講到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據說就是Melander 那麼他手上的這一個面具呢 就是這個男主角 早期的時候還要戴面具 後來這個就慢慢就沒有了 那女主角的面具 還有那個老爸爸的面具 那基本上這三個角色是在新喜劇裡面最重要的 那這個是誰呢 據說是她的情婦 也就是她的這個協作靈感來源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這個是在新喜劇裡面非常經常看到的這個 一個梗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呢 就是那個壞脾氣的老爸爸 好 那麼這個呢 就是她的兒子 好 那麼她的兒子呢 跟爸爸我們知道 有的時候呢 是兒子在外面花錢 老爸爸就覺得是說 我那麼辛苦賺 你為我亂刮 有的時候呢 非常經常有的一個梗呢 就是 兒子呢在外面認識了一個巨女 然後她想起這個巨女 那事實上那個女孩子也是老爸爸看上的 OK 好 好 那麼這裡呢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這家的奴隸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奴才呢 奴才通常來講呢 她是笨跟聰明的結合體 怎麼說呢 因為她是奴才 她在這個家 你可以看到如果 老主人跟小主人看上是同一個女人的時候 你要幫誰 你幫誰都不對 通常來講呢 小主人因為年輕 然後可能從小跟你一起長大 她會對你比較好 可是問題呢 她 並不是掌控家裡經濟來源的人 你的薪水 你每天吃的 喝的 用的 穿的 從誰身上來 還是從老主人那邊來 所以她幫誰都不對 那幫誰都不對的情況之下 她兩個都要幫 她兩個都要幫的時候 一定都會有衝突 那就看她要怎麼樣去化解衝突 OK 那化解衝突的這個過程裡面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尤其到了羅馬時期以後 那麼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是 這一個角色 她會越來越搶戲 因為到後來很多真正情節上面 忙來忙去 人是她 OK 好 那麼 老爸爸旁邊的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通常是另外一個 就是 呃 比較年紀大的一個角色 好 那可能跟爸爸差不多 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所以有的時候會變成是說 不是爸爸跟兒子搶同一個女人 有的時候是這個 跟兒子搶同一個女人 她的這個好朋友 OK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就是 吹雙管迪的樂師 那她雖然是在這個舞台上面 不過通常呢 觀察就當作她不存在 好 就很像那個 你看京戲的時候 那個 呃 明哲兒她唱一半的時候 要喝水的時候 上來滴茶水 那她不存在喔 你雖然看到她 但是她不存在 你就要假裝她不在那裡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整個 希臘的劇場 她的幾個就是 所謂的就是所謂的convention 她的一些就是 慣例傳統的一些東西 OK 好我們看一下一個 在希臘的劇場 不管是喜劇 或者是悲劇 那麼她最大的一個就是特色 就是她的這個chorus 跟舞隊 好 雖然我們一直在講說 chorus其實她的地位呢 是比不上演員的地位的 但是她這個戲劇本身 希臘的悲劇也好 喜劇也好 好 這是表演上面來講 她的dramatur 表演方式來講 一個最大的特色 OK 那麼chorus來說 它其實是整個的chorus 整個歌舞隊是其實相當於一個角色 所以她們的這個服裝 或者是她的什麼面具呢 她都是一致的這個樣子 她們代表通常都是一個集合性的東西 比如說像伊底帕斯王裡面 她的歌舞隊呢 就是在伊底帕斯城裡面的這些長老 所以一個集合體的東西 那麼她們對於角色來講呢 她們有時候呢 像這個伊底帕斯王裡面的話 她的這個歌舞隊有的時候 就是會給提供一些意見 好 那麼她也會代替觀眾去問問題 有一些她們會事先呢 就會預設可能觀眾會有問題的地方 她們也會代表觀眾來詢問 很少 很少她們會介入情節的發展 但是會有例外 例外很少 但是不是沒有的 OK 那麼chorus呢 她們通常建立起來的這個角色呢 那麼她都是具有一個群體性的 一個代表性的 所以她們通常來講呢 會透露出這個故事的發展呢 她大概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或者是一個倫理觀念的情況之下呢 然後所發聲的 就是給你一個背景上面的資訊 好 那麼她們有的時候呢 跟觀眾一樣 因為她們也同時跟觀眾一樣 其實在 這個見證了一個事件的這個發展 所以她們也能夠引導觀眾 怎麼樣去反應 所看到的這個事件 所以通常來講的話呢 如果歌舞隊告訴觀眾 你要去支持誰的話 她如果告訴觀眾誰是好人的話 這是非常強烈的這個引導性 那如果觀眾你支持的 跟你的歌舞隊不一樣的時候 這個意思是什麼 觀眾你要去檢討囉 這個在英文裡面叫做 politically incorrect 就是說你的這個 呃 對於這個社會 對於這個政治的觀念呢 是怎樣是錯誤的 你要去修正你自己的這個想法 OK 好 所以在一齣戲裡面 怎麼樣去製造氛圍 尤其在希臘呢 劇場 好 那麼她並不是 一直呢都有很華麗的 這種 場景的這種設計 而且我們也講過 像Sophicalis 她其實根本不喜歡 華麗的場景設計的時候 那其實氛圍的製造呢 很多呢 都要是 要這個 chorus 然後來負責的 OK 那麼當然呢 當演員他們全部都下去 到後台去換衣服換裝的時候 還沒有上台之前呢 那麼為了避免冷場 那麼這個呢 繼續支持下去 觀眾的這個注意力的 就是Chorus歌舞隊 OK 好 那麼歌舞隊 到底怎麼來的呢 就是最方便的講法 就是一個 就是九神的慶典 好 這是我們已經提過 另外一個 就很可能呢 是在當時軍隊裡面 那麼他們呢 就是像降臨 過世的時候 那麼幫他舉行 葬禮的時候 這個儀式的過程裡面 歌舞的表演 也有可能呢 是我們所謂 劇場裡面 歌舞隊表演的前身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次歌舞隊 就是非常典型的這種設計 你可以看到 幾乎每個都一模一樣 他即使會有一些差異 這個差異都非常小 小到他其實 不足以就是跳出來 好像變成一個獨立的 這個角色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面是這個 應該是叫 這個 Orysteia 最後一個 就是humanize 它裡面呢 這個歌舞隊就是它那個 Furious 就是那個復仇鈴神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一大群 不是只有一個 或是三個 好 下面這邊呢 我們看到的 也是 就是 Orysteia 裡面就是三部曲 不過這是 這個是最後一部曲 那麼 這個是第一部曲裡面的 這個chorus 就是一群老人 我們知道當 這個Akimano 帶著年輕人 帶著大軍出去 攻打特洛伊城 之後留下來的 就都是小孩 要不然就是老人 男性來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衣服 還有面具 基本上來講 是一樣的 雖然有小些微的差別 但是都不足以讓某一個 就是這個歌舞隊的成員 他可以跳出來 然後變成一個 獨立的一個角色 好 所以他代表的就是一個群體 好 那我們看到 這一個是 Satterplay 就是羊聚裡面的歌舞隊 那我們知道 羊聚裡面的歌舞隊 就是Satter 就是這些半人半羊 所以這一個故事所講的 是Permetheous 他是Titan 他是Titan 戰爭其中的一個 那因為他 在這個Titan跟神呢 兩邊大戰的時候 他並沒有 就是去交貨 所以當戰爭結束 Titan輸了以後呢 他也沒有立刻 收到懲罰 那當然我們知道 就是他很聰明 所以其實呢 天神宙斯對他是非常 就是非常有戒心的 OK 那麼天神宙斯當然呢 也不會給他很好的原料 因為他很聰明 他喜歡做東西 所以不會給他很好的原料 那麼在所有 就是Permetheous 他所製造出來的東西呢 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就是人類 可是因為他拿不到很好的資材 所以他做出來的人類呢 都活不了太久 所以最後他想到一個就是 解決的辦法呢 就是要活 就是所有的食物過活了之後 他還是有一個就是 進化的功能 所以可以幫助人類呢 就是延長他們的壽命 所以他就跑去呢 就是盜火 那麼火呢 就是兩個神 說有一個就是太陽神阿波羅 另外一個就是工匠之神 後來他這個火呢 是去跟工匠之神偷的 那工匠之神知道 可是呢工匠之神 他其實是在眾神當中呢 一直是被欺負的一個 所以他對於另外一個 同樣呢 就是被欺負的這個人物呢 他其實是寄予同情 所以他在盜火的時候 工匠之神知道 可是他並沒有去阻止 好 那麼當他盜了火 回到人間來的時候呢 那他就遇到了這幾個 這個半人半羊 那他們第一次見到火 因為人間本來沒有的 所以當然他們都非常的恐慌 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是Permetheous 那麼這一齣 Ceta Plate裡面 就是Permetheous 盜了火出來之後 然後遇到半人半羊的情況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這一些歌舞 對他們的這個裝扮 是完全都一樣的 好 那我們接著就看到服裝的設計方面 OK 好 那麼服裝呢 我們以這個悲劇的服裝來講 那據說呢 既然他是從九神的慶典儀式呢 就是演變過來的 所以呢 服裝上面來講呢 就很有可能是九神的祭司 他上所穿著的衣服呢 然後再去改裝過的 好 那為什麼不直接穿祭司的衣服呢 因為這可能對神來講 是會是一種褻獨 好 所以他還是要稍微 就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可是為什麼要用他的這個祭司的衣服 因為畢竟這個祭司的衣服呢 那這是一個非常 正是非常重要的典禮 好 所以他的衣服呢 是非常好看 非常漂亮 非常華麗的 OK 那據說呢 這是在西元前五百年的時候 那麼第一個使用這個設計的呢 是伊斯克勒斯 好 那我們有講過伊斯克勒斯呢 他其實呢 他的這個 就是 有一個就是 講法就是他非常喜歡豪華的這個布景 跟這個服裝 所以呢 他才會把這個念頭呢 動到祭司的這個衣服的設計上面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服裝呢 只有就是所謂在杯子裡面的呢 這演員他們可以穿著 所以當然 他們的這個演員的穿著呢 會必須要去符合 就是他所詮釋的人物 他的年齡啦 或者是他的性別啦 或者是他的國籍 好 因為在這些戲裡面呢 不只是希臘人出現 有的時候呢 會有他們所謂的盲邦 他們的盲邦很好認 就是只要不是他希臘 成邦 以外的都叫做盲邦 所以像特洛伊人當然來講就是盲邦 OK 雖然特洛伊人其實比他們有錢 OK 然後穿著啊 什麼生活各方面 其實是比他們的這個 還要高檔 OK 好 那麼 就是通常來講呢 一個最知識最常見的服裝呢 就是我們一般 就是希臘人 他們所謂的tunic 好 就是很像那個 迷你裙的那個衣服 好 我們看一下這邊 好 這個 OK 就是中間有一個腰帶 基本上就是這樣 非常的簡單 那如果呢 這一塊 就是像是女孩子裙子的地方 一直到地的話 就是我們所謂比較長的 那個東西就叫做Hemation 那我們看到那個短的就叫Keyton OK 所以Hemation的話 就像是我們之前在那個 水瓶上面可以看到 就剛剛下席的那個一些 悲劇演員 他們的那種服裝 就是所謂的Hemation OK 好 那麼他們腳上 那麼 那麼主角人物 我們說過都是貴族 所以他們是有鞋子的 好 那他們鞋子那個底是墊高的 Cofferny 好 就是這個東西 那上面也是有裝飾的這些物件 配件在上面 OK 那如果是奴隸的話呢 在現實生活當中 奴隸是沒有辦法穿鞋的 他的待遇沒有那麼好 所以呢 他們在這個劇場裡面呢 配合他真實的這個 就是現實生活裡面 身份的這個情況呢 那麼他們在表演的時候 演出奴隸的 他們也就是打字腳 OK 好 那喜劇來講 我們剛才有講過 喜劇呢 他最特別的就是呢 這個服裝的設計上 他最特別的就是他的裸體裝 OK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就是裸體裝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還露點喔 這不是演員 他真的身體的露點 好 這是裸體裝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裸體裝 基本上來講 他並不含糊 就是很多這種小地方 他其實都蠻注意的 然後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個 性器官 好 所以是男的 他的那個老二沒有那麼大喔 好 這是做的 OK 但是有的時候裸體裝上面 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很簡單 披了一個tunic 好 他的那個老二就會大到 在下面還在那邊晃蕩 OK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就是SATA 半人半羊的裝扮 這一個是年輕的 就是一般的 我們歌舞隊的半人半羊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他沒有兔頭 兔頭那個最老 好 好 Selenos OK 好 那我們接著呢 再看看他的這個面具的部分 好 面具 我們現在所謂的面具 就是有臉上的那一片 可是在古希臘來講 所謂的面具呢 其實不只臉上的那一片 它包括了假髮 如果假髮上面還有其他的髮飾的話 那也包括在裡面 好 男生有的是有鬍子 所以他可能需要做假鬍子 好 那鬍子有的時候如果有編啊 或是就是有編成辮子啊 或是有其他的這個裝飾品 這個也都是算在就是所謂的這個面具的範圍裡面 好 那麼所有的演員都要戴面具出場 因為面具呢是快速換身份 最方便的一個方法 因為你化妝呢 慢慢化那個需要花的時間比較多 面具呢一戴上 衣服一換 你就馬上可以出場 那在當時我們說過 一出戲它只有三個演員可以用 可是它的角色 可能不只三個演員 就是只有三個 所以這個演員 他們都是一人是多角的這種狀況 所以他會一直要靜靜出出 快速的換妝 然後換一個身份再上場 唯一不需要戴面具的 就是吹這個就是樂師 像我們吹雙管迪的那位樂師 好 那麼面具什麼時候開始使用呢 據說是this piece 就是傳說當中的第一位演員 就開始使用這個面具了 但是這個也都是一側 那麼據說this piece在開始呢 使用面具的時候呢 那因為歌舞隊演員全部都是男性 所以他早期所使用的面具 配合他的人物呢 也都是男性 那麼第一個使用女性面具 開始有女性角色呢 那麼上台的是 Phrinicus這個人 OK 那麼Iskylus呢 因為他非常喜歡豪華的布景 很喜歡豪華的衣飾 所以當然他在面具上面呢 也不會就是忽略掉 所以據說Iskylus的時候呢 他把面具 他不只是一個單純的面具 去代表身份 那甚至呢 在裝飾上面特別下功夫 好 那麼面具呢 到現在呢 其實沒有 就是從古希臘時代呢 就是實用 真正使用過的面具 一直流傳下來的 沒有 我們只能夠就是根據文獻的 這個資料的記載呢 去知道說 好面具呢 他基本上呢 都是屬於像軟木之類的 或者是布料 然後在上面就是去製作的 那因為你可以想想看 像軟 就是像軟木塞的那種軟木 或者是呢 布料去做的話 那其實他很容易壞掉 好 那這也是為什麼到現在 我們沒有實際上 就是劇場使用過的面具呢 流傳到今天的一個原因 好 那麼曾經有過一個說法 就是說 為什麼希臘這麼大的一個劇場 那個時候呢 麥克風 擴音設備 都根本都還沒有發明的時候 他怎麼辦 他怎麼講話 會那麼多人聽到 曾經有過一個說法 就是說他那個面具裡面 是藏了一個類似像 麥克風的這種播音器 但事實上是不太可能 因為他離 就是這個演員的臉 其實是太近了 雖然他有放大 OK 但是不太可能 所以後來呢 這個說法就被推翻了 OK 好 好 那我們剛剛講過 Chorus跟舞隊 他們帶的基本上 是一樣的面具 穿著一樣的衣服 好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是喜劇 有沒有發覺跟這個東西 滿類似的 他整個在舞台上面的 這個視覺的畫面 那麼這個呢 是Telophus 是Euripides 最受歡迎 他生前最受歡迎的這齣戲 好 那Telophus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他的故事 他在最高潮的地方呢 就是他綁架了 Archimanon 他的這個唯一的兒子 Oristos 然後要求呢 他的這個 就是之前 他跟Archiles 跟Archiles打架的時候 他不身上那個傷 然後血流不止 好 然後就是要挾Archimanon 要想辦法幫他治傷 好 所以我們再看這一幅 這像不像Telophus 然後抓了一個小孩子 只是這個小孩子好像有點奇怪 OK 那麼這個呢 是Archiles 他所寫的一齣喜劇 那麼 我們知道他很喜歡諷刺 當時的達官貴人 他甚至在這個劇本裡面 就許記裡面還會去 有的時候還會對這個觀眾們 還會對他們就是 就是做這種嬉嬉笑罵的這種舉動 OK 那麼當然呢 他對於其他的劇作家 他也不會放過 所以這齣戲裡面呢 這個是古物女神的慶典 好 那古物女神的慶典裡面 他故事一開始呢 就是講說這個Euripides 那麼他的這個戲裡面呢 有不少都是把那個 就是換女人在當主角 這蠻特別的一個地方 好 那麼像Media 好 那麼 這些壞女人呢 就是這種角色呢 那麼當然在這個 劇場裡面是非常受到歡迎 可是很多女性就非常不以為然 好 所以他們就跟這個Euripides 就結下兩者 這怎麼可以把我們寫得這麼壞 所以呢 就有一個消息就傳出來 就說這些女人呢 他們在這個古物女神的慶典的時候 那為什麼挑古物女神 其實因為古物女神的 性點是男兵子部的 所以都只有女人 所以他們就要打算要商量去一個方法 要怎麼去整這個Euripides Euripides一聽不得了 真的七上八下了 所以呢 他本來的想法是說 好他到那個戲院裡面 好就是劇場裡面呢 然後雇一個演員 打扮成女生混進去 然後去探聽敵情 結果呢 人是找好了 但是呢 就是要把對方送進去的時候 對方一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 就不敢進去了 就衣服丟了人 就溜了 就Euripides沒有辦法 就抓了他一個親戚 就一個笨笨的親戚呢 因為笨嘛 所以才被他騙了 然後就穿上那個演員 就是在劇場裡面 演女生的那個戲服啊 就進去了 那麼他進去探聽消息之後呢 他進去就發覺這些女人啊 男人不在場的時候 真的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比戲裡面那個女人 還要惡毒還要厲害 結果他就慌了 結果他一慌了就露出馬腳 那這是這個 鼓舞女神的慶典裡面 就參加慶典其中一個女生 OK 所以他慌了之後呢 他就想要說 好那那個做媽媽的哪一個 會不在乎自己的寶貝 好 所以他就想到就是學那個 Euripides 他是Euripides的親戚嘛 Euripides不是剛好就有這齣戲嗎 現在就為了我要挾他 不是就是 好 他就學這一招啊 他就來綁架一個小孩子 然後想說綁架這個小孩子之後呢 就要去威脅那個媽媽 就要放他走 放他一條活路 結果他那個小孩子一拉起來 就發覺 你看他沒有頭沒有身體 只有兩條腿 為什麼呢 其實他不是真的娃娃 是那個女人 我們說過在這個古希臘女人的那個生活 有很多的限制嘛 所以他其實呢 這個女的很好酒貪杯 那當然他不能夠光明正大的喝 所以呢 他就做了一個娃娃 然後每天就抱來抱去 人家還以為他是很靜責的母親 在照顧那個寶寶 其實那個寶寶不是寶寶 是一個酒囊 所以又可以看到 然後 就這個東西的主人呢 就要拿著那個酒瓶就來了 就準備要接那個酒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整個的這個 舞台上面的佈局 就是跟Televerse是一樣的 他也就在諷刺說 Euripides你搞了半天 你就只有老梗 然後跟Euripides一樣呢 這些男人呢 笨到什麼程度 你就只會用這些老梗 然後連逃命的這種時候 你也想不出這種 人家講的狗急跳牆 應該那個時候 你會突然變聰明嘛 就你也想不出什麼 這個新的主意來 那當然這是一出喜劇 所以Aristophane呢 他的結局 也是讓他就是活著呢 就逃出這堆可 這可怕的女人的手掌 可是他逃出去的原因呢 完全是因為 就是歌舞隊的行進方向 然後剛好擋住追兵 所以讓他逃走了 就完全不是因為他聰明 或者是有不就是聰明 把他救出來的 OK 那你可以看到他們的面具 我們剛剛講過 希臘悲劇的面具 他通常來講呢 在五官上面 他只是放大 他並沒有去醜化他 可是喜劇常常 就有醜化的這種情況 好所以不是這個演員 長的這副德性 好這個是他戴的那個喜劇面具 長的就是那個樣子 OK 好我們看到那有的喜劇 是動物 好那我們最後再看看就是劇場的這個 他的建築結構的部分 OK 好我先把他轉到 好這個是一直到60年代 70年代的時候都認為就是希臘 古希臘劇場就是長這個樣子 其實這個後來會被推翻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好但是這個圖呢 還是有他的價值 他讓你看到就是最基本的劇場結構的情況 後面這些地方呢 都是觀眾席 善行的這個地方 都是觀眾席 那麼在當時來講呢 他就叫做Theatre 也就是我們今天Theatre劇場 好這個名稱他的字 好就是從這個地方衍生過來的 好 那我們再看到中間的這個地方呢 是歌舞隊的表演區 好 那歌舞隊的這個表演區呢 就叫做Orchestra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兩邊有兩條的走道 叫Paradoy Paradoy是幹什麼用的呢 就是歌舞隊進場跟退場 他們只能夠走這兩條通道 但是事實上呢 就是說你要進退場 這不是唯一的兩條可以進出的地方 還有其他什麼地方可以進出呢 在這裡 這個東西叫Skina 這邊也有五的地方Skina 這個是什麼 這是搭警的地方 搭警區呢 通常他會留一到三個門 這是給演員進場跟退場用的 那麼這個Skina 這邊到 就是表演 演員的表演區域 的地方呢 那麼這三個通道 叫做Essodoy 所以我們講過為什麼歌舞隊的進場歌舞呢 叫做Paradoy 因為他的進退場的那條通道叫做Paradoy 那為什麼每一場次的戲 它叫做Episode 因為呢 因為他的演員進退場的這個通道叫做Essodoy OK 好 所以我們回到剛剛的那一頁 OK 所以我們看一下orchestra它本來的意思呢 是歌舞隊他們唱歌跳舞表演的地方 但是orchestra今天呢 這塊區域我們幹嘛用呢 我們其實是給那個 如果是有歌劇或者是音樂劇 然後那個樂團所在的地點 叫orchestra OK 好 那我們剛剛也講過Skina就是搭警的區域 那麼在當時來講呢 就是整個演戲的過程裡面呢 有幾個比較特別的配合搭警區域的一些機械呢 那麼一個是Ikliclema Ikliclema呢 它就很像是你去那個超商 不是超商算什麼 加勒服吧 比較大的那種 加勒服啦 愛買啊 然後你看最後結帳的時候不是有一個使徒上帶 然後你把你買的東西 Ikliclema它很類似那樣的設計 那麼當 我們知道就是說在這個希臘悲劇裡面很多 就是人死的時候被殺的時候 他都是在後台 然後你只在 觀眾其實只聽到慘叫一聲 然後你就知道後面有人死了 然後要證實有人死了 就是最後那個屍體都要抬上來 就是 這個活要見人死要見屍嘛 OK 可是呢 如果你要在屍體一個抬上來 第一個廢屍 第二個呢 可能不太好看 第三個你絕對不能讓他自己走 因為他是死人 所以怎麼辦呢 他就是利用這個類似像 我們現在所謂的輸送袋的這個器械 Ikliclema 然後就把屍體就送上來 我們看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 好 這是Akimanon最後結尾的地方 然後我們知道Akimanon跟這個 他的那個情婦Cassandra都在後面 不被殺了嗎 我們都聽到慘叫聲了 然後最後呢 Akimanon出來的時候 就把他犯下了殺夫 這個罪行的這個證據呢 就用這個輸送袋 就直接就送上來 不是他把他扛進來的 他沒有那麼大力氣 雖然他是男神啦 OK 好 那麼那個東西就要OK嘛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我們在希臘的這個悲劇裡面呢 常常會有神的出現 好 那神的出現呢 他就是要用Maken呢 就是這個機器呢 那他就很類似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那個人家做工的那個生薑機 好 利用這個東西呢 就讓他好像看起來是從天而降 所以呢 從天而降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我們後來就稱為DX Machina 那麼這個DX Machina到現在呢 就變成一個劇場裡面常用的專有名詞 他不見得是真的就是有人要從天空而降 或者有人要扮神從天空而降 他的意思就是你那個戲啊 寫到後來卡卡的 卡到呢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收尾的時候 就會突然天外飛來一筆 比如說 你這齣戲 不管是幫他連打連續劇或什麼 你常常會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本來兩個男生追一個女生對不對 追到後來你要收尾的時候 最後一集的時候 你一定要一對一啊 所以男生是不是就多出一個 怎麼辦呢 就讓他出車禍 然後就幹掉一個 然後你就欸 就兩個啦 這樣就不多不少 好那這種做法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DX Machina 就好像很方便就結局了 就本來卡在那邊 我不愛你 然後死去活來搞了半天 就乾脆把一個就是錯社會死掉 就解決了 這種做法都稱為 就通稱為DX Machina 那麼他就是來自於古希臘 使用就是神這種從天而降的這個技術 從這邊延伸過來的 OK 好 那麼其他還有一個是Pinacus Pinacus呢 他事實上呢 跟我們現在所謂的Buckdrop很像 他就是 你在哪一個城市什麼地方 然後就有類似那個地方的圖 然後就放在後面 所以就像這個 那這個不是在劇場上面使用的 劇場使用的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真正留下來的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祭司使用的一個裝飾 那他就是在一塊布上面 然後就是畫這個圖 OK 那就是在這個劇場 在Skinna的那個地方呢 就知道那個時候就會怪腐化 那通常來講 據說使用這個最頻繁的呢 是Sophicalis 因為他並不喜歡寫實的這個場景 好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是方便換景的一個機器呢 Periacatua Periacatua 它基本上是一個三角錐體 那也沒有從當時留下來的東西 只有一個推測的設計圖 是Dante 他所畫的 那麼這個三角的意思就是說 每一面 它都有一個就是場景的設計 每一個面 它不是旋轉舞台 旋轉舞台的話 是你那個包刮 就是人會跟著跑 它不是 它只有景 它只有幻景 所以通常來講的話 它的圖也都是屬於象徵性的 比如是說 它現在如果是要到海神 故事就是要到海神的地方 到海景的話 它就是那個波浪文 OK 所以它當它轉的時候就是 不管它怎麼旋轉 最後 你可以 觀眾可以看到的就是這一塊範圍裡面 它都會是同一個景 就是這樣子拼起來的 好 那麼我們所謂的舞台 Logic 據說是到了中喜劇的時候才出現 那當然舞台的出現 它就說本來是一個平面的東西 如果有一個稍微高齊的地方 是更能夠去凸顯 在這個舞台上面它的重要性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其實是在希臘化時代以後的劇場 雖然在希臘化時代以前呢 古希臘是這個地方本來就有劇場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九神的劇場 我們大家明天會看到一個就是紀錄片 就是這個場地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很漂亮的圓形 但是呢 它在古希臘時期呢 不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圓 好 我們知道劇場在古希臘的時候 它是沿山而見 沿山而見的之後呢 就是它不會有那麼圓 因為本來有另外一張就是圖片 就是讓你看到這古希臘它的那個 沿山而見的結果 它就說 它不會 尤其是觀眾席的地方 它不會是這麼漂亮的一個扇形 它事實上是一個方形 OK 這個明天再補給你們 但是除了就是形狀本身 那麼它能夠那麼漂亮的扇形 是因為從古希臘到希臘化時代 它整個就是這個技術 建築的這個技術的進步 然後才能夠就是 在山邊就挖出這麼漂亮的扇形 因為過去呢 就是順著山坡地 所以山坡地如果它的這個 座位的地方呢 比較方一點或不規則一點 那麼它的這個觀眾席也會 跟它原來山形的那個地勢是一樣的 好 那麼這個就是舞台 這是中世紀時候舞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側邊 它就是稍微高起來一點 那這個呢自然就會在 本來是平地的地方 這邊就會特別去突顯出 在這個台子上面 東西的這個重要性 OK 好 希臘劇場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問題 哪一會 那是到新喜劇 而且從新喜劇開始 才慢慢慢慢就是 使用這個面具的情況 愈來愈減少 對 那是新喜劇 所以新喜劇 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從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男女主角的部分開始 但是那個人已經到就是 非常後期了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老師 所有面具的角色都是男的嗎 沒有喔 到後來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早期 據說 就是根據就是那種推測 Phispes他的這個面具就是只有男性 可是後來還是有女性的角色 也就有女性的這個面具出現 但是演員一定是男生 演員絕對沒有女生 對 所以如果說是女性的角色 其實在當時的話 全部都是男性來詮釋女性角色 都是男演員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所以我們不是講過Irony 禮拜五的課我們是三回有介紹過Irony諷刺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這是一種諷刺的用法 我們後來慢慢歌隊當他慢慢了解他 其實是判斷錯誤的時候 因為歌隊他代表的東西是什麼 他代表的是一個一般的這個對 價值觀是什麼 社會的價值觀是什麼 所以像歌五隊就是判斷錯誤的時候 我們其實從那個什麼安蒂康尼 安蒂康尼 安蒂康尼他其實他的行為我們說 他其實是很不符合就是古希臘所謂的好女人的典型 他去抗拒那種男性的這個權威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開始的時候 安蒂康尼這支系列 你可以看到歌五隊就搭 你怎麼這樣你怎麼這樣 對他非常非常的不認同 可是最後他們知道他們自己錯了 他們知道其實安蒂康尼他遵守神的法律才是對的 所以這個是會改變沒有錯 OK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我們所謂的諷刺用法 諷刺手法 OK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好 沒有的話我們就休息十分鐘 然後今天要報告同學上來準備